台北市金站威秀影城 验票人员确诊 验出了CT值13传播力较高 而北市府昨天也公布了他的足迹 其中19号下午 他还曾经到天母高岛屋逛了三个小时 高岛屋在昨天接到讯息之后 紧急在下午4点停止营业 连带今天也停业一天 业者表示已经跟新光医院联系 要求全部800多名的员工进行裁检 预计明天赴业 而员工必须要持有阴性证明 才能入场 门口贴出停业公告 台北市天母大业高岛屋 20号收到卫生局通报 有确诊者来过 下午4点紧急停业消毒 隔天21号再停一天 其实昨天就开始消毒 宁馆的时候是 然后5点到5点半之前开始进场 因为我们停车停在停下去 有那个拦者到这边消灰 因为我们的生活间就在这边 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带给我们有一种压力 停车场有月租顾客 还是有不少人去停车牵车 而也有顾客没看到讯息 扑空了 没有听过 没有 只是想要吃东西而已 担心一定会的啊 最近有比较少去百货公司吗 几乎很少 民众会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证明案15553 是金站威秀引臣验票人员 其实他在18号已经出现罚手症状 但依旧在外面趴趴走 19号下午2点半到5点半 在天母高岛屋逛了三个小时 夜子在接获确诊者足迹的通报后 就和新光医院联系 要求21号员工都必须到新光医院 进行裁剪 如果员工全数银行过关 高岛屋就会在22号复工 卖场人流来来往往 夜子也得多加把关 记者副商人李同台北相报报道 国产高端疫苗通过紧急授权 接下来会陆续提供500万剂 给国内民众施打 也让国产疫苗的效力 还有安全性引发各界讨论 有医师表示 国产疫苗属于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制作出病毒表面的极蛋白 打入人体 让免疫系统产生反应 就像是让狗狗去闻坏人的衣服 没有直接把坏人放进来 所以相对安全 而美国诺瓦瓦克斯疫苗 也是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它的三级临床数据显示 对抗Delta变种株的效率 高达93% 那么国产疫苗效率也会相当吗 国内专家表示 虽然说抗体浓度测试差不多 但制作成分还有技术都不同 因此无法直接类比 国产高端疫苗 最快在8月中旬就会开打 到底疫苗副作用多不多 成为民众关注焦点 台大医院嘉义科医师林家俊就表示 高端疫苗是利用基因重组技术 制作出病毒表面基蛋白打入人体 让免疫系统产生反应 就像狗狗闻坏人衣服 没直接把坏人放进来 因此比较安全 这个技术已经经过考验了几十年了 上百年了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 比较没有副作用的一个疫苗 高端疫苗跟美国生技大厂诺瓦瓦克斯 同属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诺瓦瓦克斯在6月中旬公布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 除了能百分百防重症 对抗Delta变种株效率还高达93% 加上安全性又高 因此被国外科学家誉为最好的新冠疫苗 那么同类型的国产疫苗效率会相当吗 有国内专家表示诺瓦瓦克斯和国产疫苗 蛋白质来源 制作技术以及左剂三者都不同 效果无法类比 高端疫苗的抗体数据跟Nomobus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是 不同于实验室所做出来的 抗体的数字会有点差异 它不能够直接比较 不过不管左剂不左剂的 反正你打完之后 你测它的中和性抗体的浓度 就是在代表你这疫苗刺激抗 刺激我们免疫西方产生抗体的效果是多好吗 虽说国产疫苗安全性多半获得认可 但疫苗保护效力却仍旧充满争议 这也正好报道 外送员被列为第七类专案打疫苗对象 但却传出有外送员先前参与高端疫苗试验 即使打的是安慰剂 却被医护人员当下拒绝施打 这名外送员在现场还直接打电话给高端人员 证实他打的是安慰剂 不过医护人员已无法评一通来路不明的电话 证明拒绝让他相当的气愤 觉得自己好像是疫苗孤儿 对此北市府表示 参与实验的民众跟高端公司一定有合约 解盲之前单凭民众口说打安慰剂也很难查证 如果出了问题难以承担 每天在外爬爬走又解除不少人 外送员被列为专案施打对象 现在却传出一名外送员因为曾参与国产疫苗试验 导致他无法打到莫德纳沦为疫苗孤儿 他很气愤 他觉得说他在帮这个国家去当实验 结果竟然没有办法合法的施打疫苗 其实他现场是不太愿意离开 他就是很坚持他今天一定要打 这名外送员在今年2月到4月间 报名参加高端疫苗的试验 后来因为外送员身份被列入第四类名册中 他联系高端人员得知自己打的是安慰剂 7月19号当天前往内湖高工接种 但打疫苗前被医护询问是否打过疫苗 他坦白打过安慰剂 对方担心混打会有风险 拒绝让他接种 外送员只好在现场打电话给高端人员 但医护跟他说 无法凭一通来路不明的电话证明 当下错失打疫苗机会 那我们有跟实验单位这边拜托说 那你可不可以开一个证明 可是实验单位好像当下 并没有办法承诺说 他可以开立这个证明 那确实我们不能凭一个电话号码 或是一通简讯 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他确实是没有问题 外送员很无奈 当初参加国产试验 却差点没疫苗可打 怀疑疫苗孤儿不止他一人 北市府则表示 参与试验的民众 与高端公司一定有合约 在解盲前 单凭民众口说打安慰剂 是否也很难查证 出问题难以承担 疫苗接种证人员的做法并没有错 而国内还没开放疫苗混打 基层作业却引发混打之乱 就怕再有争议 医护严格把关 如今问题浮现 相关对策要提早拧定 记者综合报道 指挥中心分析 最近的染疫者年龄 有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在20岁到39岁 这个年龄层 染疫的比率增加2.8倍 这也让人怀疑 是不是跟微解封 或者是变种病毒的特性有关 专家解释 由于新冠病毒的潜伏期 有14天 跟微解封没有直接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在于 病毒已经进入社区 就会感染活动力强的年轻人 而为了避免染疫 年龄层再下降 疾管署将提出 专案输入许可申请 将12到18岁族群 列在BNT疫苗的使用对象 为了看强挡芯片 不少影城涌现久违人潮 还有民众趁着微解封后 几乎天天到健身房报到 指挥中心统计发现 原本在5月11号当周 也就是我国本土疫情爆发初期 20到39岁族群的染疫比率 占所有的确诊者的15% 但到上周 确诊比率却上升到42% 增加2.8倍 虽然我国整体确诊人数 在逐渐减少 但年轻人染疫的比率 却大幅增加 也让人怀疑 难道是跟7月13号 微解封或变种病毒 特性有关系 做了一个措施 你要看到病例数 增加或减少 或年轻族群增加的话 它至少要一个两个礼拜的时间 跟微解封 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看到年轻人多的话 表示说他已经在开始社区感染 我国疫情初期 主要是万华茶市群聚 染疫年龄偏大 但随着病毒进到社区后 活动力比较强的年轻人 就会更容易接触传播病毒 专家提醒 等到未来降级 更要针对夜店 健身房 餐厅等加强激查 确认是否有落实防疫 为了避免染疫年龄 持续下降 机关署也将提出 专案输入许可申请 一并将十二到十八岁族群 列入BNT使用对象 相交会议的讨论 主要是说十二到十八岁 是一个高转播族群 他们应该接种疫苗 根据是他在美国 已经做完临床实验 而且确定他的安全性 跟抗体产生都没问题 就利用这些资料来国内生计 在有限的疫苗里 保护高风险族群后 未来也会努力 把接种年龄往下移动 加强疫苗覆盖率 记者魏田 于林宇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